200万台币,约778万人民币,之后还闹出失联 侯佩曾7日出席活动受访透露,看到新闻后有询问老公 但是他真的完全不知道,说真的,长辈的事情我们晚辈无从过问 也不好干涉,但谢谢,谢谢你们的关心 侯佩曾于7年前,与花旗环球证券副总裁黄百俊结婚 外传夫家是台北市鼎华街的大地主 家族资产超过20亿元,不过黄百俊的父亲黄敬春 2月被报欠下3600万元台币,约778万人民币 随后赖1600万元台币,约345万人民币便失联 侯佩曾经出面被询问此事,坦言他与老公看到新闻后都相当震惊 但晚辈不宜过问,一无所惜,聊到轻松的保养品部分 侯佩曾被问有无帮老公保养,他则打笑说他不受控 原本会想帮老公保养